欢迎回来热情日宗 世界末日的危机才刚刚过 美国太空总署又提出警告了 2040年恐怕又有行星撞地球的危机 这颗小行星宽约140公尺 最可能撞击地球的时间 落在2040年的2月5号 不过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目前科学家只能够观测它一半的轨道 掌握行踪的部分 仍然是有很大的变速 现在改变它行进的方向 有一些可能性 包括像是发射探测卫星到小行星 利用额外的引力引导它远离地球 甚至有科学家大胆地提出 要发射核武来摧毁它 但是这可能会产生潜在的致命岩石雨 到时候可以说是玉石聚焚 虽然现在有科学家说不要担心 这颗小行星撞地球的可能性 其实蛮低的 不过趁着这个机会 人类也可以好好的思索 我们的太空陨石预警系统 到底可不可靠呢 璀璨流星 画破天际 美丽的许愿媒介瞬间变色 成为杀伤力十足的武器 电影中陨石撞地球的场景 让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被毁灭殆尽 现实世界中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那2011AG-5是目前在NASA的观测的名单里面 具有对地球威胁性的名单里面 其中的一个小行星 目前推估的这个碰撞机率是非常高 是几百分之一 这个小行星已经被科学家实际上被观测到了 那科学家的预测呢 是在2040年的2月5号 那就会跟地球有非常接近的一个 擦身而过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率再放大一点来看 就可以说是跟地球的直接的接触 也就是撞上地球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NASA科学家的观测 目前正有一颗小行星朝地球直奔而来 与地球撞击的几率为625分之一 预估在2040年2月5号时 这颗编号为2011AG-5的不速之客 将会和地球发生正面撞击 我们在转到沙头 这个2011AG-5呢 是夏威夷有一个Gemini望远镜北座 就是有一个双子星望远镜所发现的 那它的尺寸有多大呢 大概有150公尺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大概就像大概有10台连接车排起来 这么长 2011AG-5的那颗的话 它就大很多 如果那颗掉下来的话 它的杀伤力大概是 以我们台湾来讲 它的杀伤力大概是几个线 几个线呢 甚至更大的范围 甚至半个台湾的范围 像是核弹引爆瞬间 时间仿佛冻结 万物生灵灰飞湮灭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的这一刻 上帝大手一挥 将人类文明 从地表抹得一干二净 这种大小的孤山化 那它碰撞到地球 所以释放出来的那样 就会是广岛引爆 大概是几千倍到几万倍的大小 直径大概三四百公尺大 所以打下来的话 大概会砸出一个几公里大的坑 五到十公里大的一个坑 这个坑大概就是里面全灭了 整个坑全部一为平地 那坑的外面 这大概如果十公里的话 那就是差不多一个台中市 大概打下来整个台中市 全部都不见了 根据天文学家研究 直径大于一千公尺的小行星 撞击地球的几率为每十万年一次 而直径接近十公尺的天体 撞上地球的几率 增高为每三千年一次 换句话说 即使是一颗直径 只有两百公尺的小行星撞向地球 就足以毁灭地球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最新分析近期出炉 让众人松一口气 就是2011AG5 掠过地球的几率 微乎其微 不过随着这个观测的这个资料 越来越增加 科学家是预期说 这个碰撞的几率会越来越少 因为你对它的轨道认识的越清楚 你就可以知道它 基本上跟地球的距离 就越来越确定这样子 所以预期是 这个几率会非常非常小 地球在这里 月球离我们38万公里 那两万多公里 是很靠近 是很接近地球表面这样过去 虽然撞击几率大幅降低 但是行星撞地球的这一项隐忧 依旧让NASA惊慌失措 频频未雨绸缪地 先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 装那种太阳风帆 就是去帮 好像风筝一样 因为我们太阳有所谓的太阳风 然后它弄一些帆 去装在它上面 然后绑个绳子 然后用太阳风的力量 把它脱离那个轨道 尽管201AG5小行星 没有对地球造成威胁 但是也再次向地球人敲响了警钟 要加速研究 如何防止近地小行星 撞击地球的方法和技术 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 是世界上突发的巨大灾难之一 早晚有一天会发生 美国太空总署 NASA的研究计划就发现 多达4700颗 直径超过100公尺的小行星 有撞上地球的可能性 下一颗陨石会在多久之后 对地球造成威胁 听闻科学家 每天紧盯着这些天体 就怕灾难再次呈演 游烧毁灭也是新生的开始 陨石撞地球带来毁灭 但是有科学家提出了假说 如果不是陨石带来生命形成的条件物质 恐怕地球也不会有生命的出现 这么说来 难道我们大家都是外星人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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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